周一港股回吐是预期之内 因为大市已非常超买 技术性调整是必会出现的 对投资者来说 现时最重要的问题 是要等待大市回吐多少才值得再次入市呢? 由于半年结章至 机构投资者和大户士不希望见到港股跌得太多的 所以大家不妨代行只跌至50天线19700点便出手吸纳 博大市在月底前重上20200点或更高水平 今次带动大市上升的功臣仍然是三只大型科网股 包括腾讯700、美团3690、和亚里巴巴99888 特别是美团能够反弹至接近140元 绝对是交足功课 如果今次行只要再次挑战20200点大关 ATM一定要保持强势 所以在未来几天 找个低位下注这三只科技股市有直博率的 至于美股 其升势的确厉害 以纳指为例 已从今年低位反弹了超过三成 如果能够买中这个板块 回报是极之可观的 现而 大家要留意 美股在上周五似乎已现疲态 特别是很多强势科技股军出现高开低收现象 反映买上的动力有转弱的迹象 看来美股要继续抽上也要透下气了 感谢观看